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光只是把它盖括成体块还是不够 因为还需要涉及到一些它自然形态的问题 自然形态也就是涉及到一些肌肉啊 一些脊剖啊 骨骼之类的问题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体块 有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把它盖括成这样偏方一点的体块 这样更容易辨别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两个体块它并不是纯纯的圆柱 也并不是纯纯的方形 它是两个平扁的形状 长轴啊 长的这个方向在这 它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它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不管是哪个朝向 那这两个柱体它的朝向是错开的 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咱们继续来探讨一下它的结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体块 咱们已经找到了情况下 怎么样去把它的造型画的更加的准确 这就涉及到了一些解剖方面的问题 尖头咱们先大概概括一下 带一下不用特别管 因为咱们主要讲的是大臂和小臂这块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现在我在画的是 手臂的后侧大臂的后面 这里是弓三头肌的位置 弓三头肌和弓二头肌相比较 二头肌出发的位置要低一些 三头肌出发的位置高一些 然后大家能够看到现在这个弓三头肌和弓二头肌的一个 拉伸和收缩的一个状态 在手臂伸直的情况下 弓三头肌它是收缩的 弓二头肌它是拉伸开的 这两个状态一定是相对的 它不会出现弓三头肌 也那个收缩 弓二头肌也收缩这样的一个形 它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形的 一侧收缩另一侧相对的一定会是拉伸开的 大臂和小臂在手肘这个位置呢 它是这样嵌合在一起 稍微给二头肌这个位置一个厚度 再加一个横截面横断面 看一下它的状态 这里也加一个横断面 这样很容易就能够看得清楚 这两个体块它们的状态特征 然后在小臂上面它还有一个特征 咱们在画大臂的时候 主要就是注意好 弓三头肌和弓二头肌 它们的这个特征就可以了 因为不管在哪一个角度 咱们去画一个手臂啊 咱们画到的就是弓二头肌和弓三头肌 手臂两侧的边缘线 一侧就是弓二头肌 一侧就是弓三头肌 那这个是画大臂的时候 所注意到的一个特征 那么来画小臂的时候 小臂呢有一点像什么呢 像咱们都吃过这个肯德基啊 这个鸡腿 或者是一个 另一个鸡腿啊 都是这个意思 它是有一块大 然后下面一块小的一个特征 那咱们说一下这个特征是怎么来的 因为靠近手肘一端啊 这个位置 它是肌肉 这边是肉 而靠近手腕一端呢 这边是骨头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靠近手肘一端 肉质丰满 靠近手腕一端 它扁平骨感 这是一个特征 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咱们手臂的一个形态 特征 基本上到这里就理解了 然后在这里 我再画一个偏背面的 上来首先概括它的柱体体块 在这里呢 大臂和小臂咬合的这个线 直接就可以带出来了 不需要像咱们以往所进行的 这样的一个援助了 这个其实和它真实的自然状态 出入还比较大 这样画的话 它还会跟它的真实的状态 比较接近 这样概括出来一个手臂的形态 手的话就不画了 主要讲手臂 因为三头肌的位置偏高 三脚肌相对来说 从后面看上去的话 它会小一些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是手肘 手肘又是一块骨头 骨头呢 它就会偏方 咱们把它概括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一个小方块 然后手肘啊 这一块是尺骨 是这个尺 尺子的尺 尺骨 然后尺骨呢 它也是一个骨骼标题 大家注意一下 它直接对应的是 小拇指这一侧 咱们手腕上凸起的那个 所骨头 咱们看一下自己的手 就可以看得到 在小拇指后边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骨起的小骨头 这就是尺骨上面的 尺骨的末端 刚才咱们都知道这个小臂的一个造型的特征了 上一端是肉 下一端是骨头 骨头呢 偏扁平 是骨感的 肉端呢 是比较饱满的 那么饱满的这个肉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咱们可以看到两侧都是向外骨的 但是向外骨的位置呢 它不是正对着的 它不是正对着的 它是一个低 一个高 它错位开 这个形看着它就会更自然更舒服 咱们画到小臂的骨头的时候呢 稍微再往里面来一点 这个小臂的肉感和骨感 就更加的鲜明 看着更加自然 那么这个怎么去辨别 哪边高哪边低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来辨别 大拇指这一侧位置是高的 在小拇指这一侧 这个隆起突出的位置是偏低的 它整体呢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靠近大拇指这一端高 靠近小拇指这一端这一侧低 小臂上两侧这个骨包的错位 然后咱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解剖 刚才咱们说到了 咱们画大臂的时候 就是两根线 两根线就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三头肌 一个是二头肌 咱们画小臂的时候呢 一侧低一侧高 就这几个要点 记住咱们的手臂的形就能够画好 然后咱们的小臂上 它的肌肉线条是非常多的 它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 咱不需要一一全都把它记住 记住一个主要形态 然后再记住一个主要肌肉就可以了 主要肌肉 公饶肌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衔接着大臂和小臂 从手臂的外侧 绕过小臂 它是绕到手臂的内侧 它竟然绕过去 这里呢 其实它本来是有两块的 咱们姑且把它们合到一起 当成一块肌肉去看 就把它当成供饶肌 就好了 因为咱们对于画画来说 这样就足够了 然后在它下面压着的这一块 有一条肌肉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穿插 它从侧面绕到前面 它必然会包裹着一个造型 这个造型就是在小臂的手背部 这一侧 在这两个肌肉叠压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窝 他们的话 手臂 手肘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经常会画到这里 就是这个窝 从尺骨侧下来 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 这个骨骼 稍微它带上一些 这是一个鸡群 但是呢 咱们一般情况下 不会把每一条肌肉都画出来 这一侧 这个外侧顶点突出的地方低一些 这一侧的高一些 咱们画手臂的时候只要带上这一块 这个造型就足够了 还有这个这一块 那么手臂的形态 以及这个体块结构 所需要注意到的几个关键点 就是以上这些 咱们只要是把这几点掌握清楚了 咱们在画手臂的时候 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 这一刻先到这里 然后咱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再见